桥梁若游龙飞动 人工岛一粒海上 越岗大湾区关键交通枢纽 深中通道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工作阶段 今年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6月7号记者踏上深中通道 提前领略大湾区超级工程的磅礴气势 深中通道是集桥捣碎水下互通于一体的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 沿东人工岛主线向西驶入深中最道 记者感受到浓浓的科技感 可以根据环境温度 车流状况变色的全材景观灯带 设置在隧道两侧 智能巡检机器人等智能交通管控设施也已安装完毕 据了解 深中隧道入选了 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 在应急情况下呢 它这个灯带是可以控制它在不同的位置显示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在事故发生的区域 它可以显示红色 在事故发生区域两侧一定范围内呢 可以显示一个黄色 这样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这个隧道里面呢 设置了这个叫做智能巡检的机器人 通过这个定位信机 它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动行驶到这个异常实验的地点 监控人员通过机器人 可以和现场人员进行一个对讲通话 随着车辆驶出隧道 并抵达桥梁隧道交通转换的重要枢纽 造型如昆蓬展翅的西人工岛 这座高55米的封塔是隧道的通风换气设施 保证隧道内空气有效流通 据了解 深重通道全线24公里不设服务区 防线工程集中在两座人工岛 主要承担运营管理应急救援等功能 它首先是桥河隧道的这个转换点 是一个交通的转换点 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点 第三个它是一个科普教育基地 第四个它就是想把它打造成这种旅游啊 打开点 目前我们整个早上的房间正处在收尾工程 在15号左右吧 应该全部能够完工 史离西人工岛 一路眼帘的是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 海中钢箱梁选索桥 深中大桥 可变情报板 路牌 路灯等已全部设置完成 据介绍 深中通道是环珠江口100公里 黄金内湾A字型交通网路股价的关键一横 通车后 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将从目前的两小时 缩制20分钟左右 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加紧筹备这个应急演练 和设备的连条连事工作 为项目具备通车条件 做最后的一个冲刺 接下来我们在计划在6月15号到6月16号 召开我们项目的一个交工验收会议 交工验收会议完成以后 应该讲我们还要向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合备 合备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了 深中到建成通车以后 对我们玉岛大湾区城市的一个互联互通 包括我们今后的人才也好 产业的流动也好 一些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好 使它一个其他的一个取生的一个作用 鸡蛋 中了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